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 大家都投箱 他有什麼投箱 我現在看到的是VIC投箱 好不好 大家晚安大家晚安 欸 金毅 我今天有看到你的車欸 輪子都拆下來了 聲音空洞 不是眼神空洞 是聲音空洞的 手提電腦可能理我有一段 距離 有距離感 對 我跟你講 巨星都是這樣 要有距離感好不好 呵呵呵 我們走偶像派的有點距離感是 單純的 是正常的好不好 還是要保持一點距離 偶像派 不是 我不是這樣講 我是明明可以靠 臉蛋但是堅持要靠實力 好不好 上次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網友跟我說 好像在YouTube上面 然後有另外一個 YouTuber好像叫做阿東吧 好像他有說在影片裡面有提到我 所以我想說 今天我們的這個主題齁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來講這個好不好 大概齁我講一下這個內容啦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齁 因為我上次有提過 以後我們的這個YouTube有沒有 好不好我們的直播都是要有一點點內容 沒有露氣的 所以我跟你講 你們現在齁 要叫外送查齁 看照片 不要太相信好不好 都美膚美肌 對不對看抖音 在那邊搖來搖去 皮膚白的要死 腿白的要死 奶也白的要死 好像皮膚很光滑 我跟妳講 那妳看的本人全抓肉 我跟妳講 沒有啦那個有一個什麼阿東 他上次有拍一集的阿 他很像 謝謝 因為是我們的粉絲阿 粉絲朋友跟我講說 他在看YouTube的時候有看到說 好像在這個影片裡面齁 有提到五小時啦齁 他大概意思就是說 教人家怎麼去區分 你在看二手車的時候啊 怎麼去區分車子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這個里程數的部分齁 可能很多 我覺得很多我們的粉絲 因為常看嘛 看久了其實發現其實二手車 我跟你講你們都差不多已經 到達一個專業的水準 你們已經都知道 要怎麼辨別這個不肖二手車商 里程數怎麼破解 那我們給一些新朋友 怎麼去破解這個 二手車的里程數齁 那首先我們那個APP 現在有一個APP蠻好用的 我跟大家講查里程數有幾個網站 那手機裡面就是一個 叫做交通的監理加值服務 有沒有 這裡有個監理服務 有沒有監理服務 然後這個右下角這邊有沒有 有個里程查詢 那基本上齁 你只要下載這個監理服務的這個網站啊 甘理服務啊 甘理服務這個網站齁 我跟你講我們人講話 如果台灣國語齁 不管講什麼都很像在講髒話 哈哈哈哈 我們人齁 太Local 講話台灣國語 不管講什麼都好像在講髒話 有沒有 甘理服務這個APP 這個APP 只要有這個車輛的車牌 出廠年月 可是其實出廠年月齁 比較難查詢 通常有兩個方式 車商在網路一定會登載他的年份 那你到了現場 你如果可以看得到車牌的話 我們要謝謝人家提到我們 他大概也是在教大家怎麼辨別 這個二手車的領程數 那只是當然他講到說 有幾天這個 他覺得還不錯的車行 你如果說 覺得說不想那麼麻煩 這麼疲勞 那就找這些車行裡面 去找他們 那就不用學那麼多東西 他的意思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當然要在這邊 謝謝他一下 你到現場看車 你可以看得到車牌 那你知道他的年份 但是月份呢 他月份很簡單啊 查這個監禮服務又不用錢 你從1月查到12月就好了 要不然還有一個方式啊 你如果今天你還在線上 你還沒有到現場看車 你也可以直接跟這個車商聯繫 你直接就問他 你說 欸我想要查一下這個 里程數的準確性 你可以給我車牌號嗎 出廠年月嗎 你直接問他嘛 啊他如果不給你 你還要跟他買嗎 對吧 這很簡單的嘛 直接問他就好啦 他如果連這個都不敢給你 那你就沒有必要去了啊 對不對 啊你不要問10台嘛 你問我我一定給你 可是你如果問我10台 10台我會覺得很累 所以通常如果這個車商 不是比較搞鬼的 那當然個人自售車更不用講嘛 現在有流行FB社團 聯繫代付車自售專區 嘿 來這邊都家行 他有抬頭是自售專區 我跟你講其實各行各業都這樣 我發現喔 像我常常加入一些 有的沒有的網站啊 什麼二手物品啊 什麼東西有的沒有的網站啊 其實喔裡面都還是會有 有一些商家會 不要說埋伏在裡面 他也是社團裡面的人 那他當然也想要賣東西啊 在這個社團裡賣東西 所以其實不是 大家不要二手車污名化 好不好 不是只有二手車潛伏在這些自售裡面 裝自售 好不好其實有很多齁 專業的房東對不對 你可能在租屋網裡面啊 對不對 也埋伏在社團裡面 細紙便宜租屋網 齁 細紙人便宜租屋社團 他搞不好也埋藏在裡面啊 對不對 今天不是只有二手車會這樣 各行各業賣什麼東西都會 你連你同學 國中同學高中同學 約你出來喝咖啡 都問你有沒有聽過案例 這世界上還有什麼可以相信的 好啦 反正監禮網站進去 我們就可以查到 那他會查到最後 最近的最後兩次的凌晨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灣的二手車的驗車制度是這樣 你從買新車開始 車子忙五年的 你就要第一次驗車 之後每一年驗一次車 五到十年這中間 第五年 第六年 滿第七年 滿第八年 滿第九年 滿第十年 都要驗一次車 超過十年之後 每半年要驗一次車 也就是說二月來變 八月嘛 八月來變不遠 二月嘛 滿五年的車 五到十年 每年驗一次 十年以上 就是每半年驗一次車 好你記得這個邏輯 跟這個規則 你上了監禮網站 你看了最後兩次凌晨 他要嘛就是 剛好是每隔一年 比如說上次驗車是107年 對不對 再上一次驗車 那就是這個106年 如果他是五到十年內的車 那如果說今天你看了 是超過十年的車 他是不是應該要最後兩次驗車 要間隔半年 iOS用肩底APP會閃退 真的假的 我的是iOS沒閃退啊 那五年內的車 很簡單 請車主帶你去查原廠紀錄就好 五年內的車 你如果說 車主帶你去原廠 查原廠紀錄 或是請車商提供原廠的紀錄 我相信車商現在有兩個車商 一定都會提供給你 假設 你要買的這台五年內的車 原廠都沒有紀錄 那你還要買嗎 有一個人他買了新車 保護期內 從來不回原廠保養 這台二手車你還要買嗎 建議你不要買 3.1.1版本 我還沒更新 我還沒更新 我不曉得 大概就是遵循這個 監禮站的 查詢的原則 你如果看到他是很密集的 比如說 前兩次的驗車只有間隔一個月的時候 那其實就有一點點奇怪 我們康哥竟然還從 對岸搬牆來看我 太感動 記得 如果說他兩次的驗車很密集 那你就開始注意了 那通常過戶的時候是要驗車沒有錯 但是一般因為他就是會抓準的說 天理的APP只會登載最後兩次 所以有人會去洗牌 洗牌你知道 就是密集的驗兩次 調完錶之後密集的去驗兩次 那讓你沒有那麼容易發現 所以大家就注意啦 給大家一個小小的觀念參考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 昨天有一個南部的好朋友 童葉 好朋友童葉來聊天 他說 哇小師我們南部 很多車行都對你很好 我就說他好奇什麼 好奇說 你生理怎麼這麼好 你都要怎麼做生理這樣 那因為我那個同業 小菜鳥 對他跟他認識很久 他很菜的時候就認識 他就跟那個南部的同業說 我跟你講小師齁 車子回來就全面檢查 所有的底盤啊 引擎啊 有肉油的啊 變入箱啊 耗材啊 該換電品啊 雨刷啊 有的沒有的 只要檢查到 該換的一定會換掉 然後同行就會說 那有的 我如果家裡生理好 我也總換也沒辦法 那問題來了 欸好險我有證人 我的證人齁 就是這個 這個 菜鳥同行 這個菜鳥同行認識小師的時候 小師還在賣那種 3萬 5萬 7萬9萬的那種 代鋪車 那他就作證啊 他就幫我去跟這個同行說 我告訴你 小師以前還沒有 現在生意這麼好的時候 我剛認識他的時候 他還在賣代鋪車的時候 是不是就這樣做了 人家是努力好幾年 我後來齁 我理解之後 我發現一件事 很多人齁 他會去覺得說 我如果剩餘那麼好 我也怎麼樣怎麼樣 我如果像他生意那麼好 我也這樣子做 可是 這個前因後果搞錯了 我不是因為生意好之後才這樣子做 而是我一直堅持這樣子做做做 做了好幾年之後 終於生意還不錯 那我覺得我今天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覺得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實有時候我們在看別人 不要說成功啦 其實我不覺得 小師不覺得自己成功 小師 目前啦 目前我的夢想是希望 大家對於二手車 真的都沒有那麼的害怕 不是只有 大家都來跟我買就好 我覺得 我不是這樣想 我覺得我希望的是 絕大部分的車商 那都願意提供給消費者 一個很透明 很輕鬆很舒服的消費環境 真的這是我去日本考察 比較跟我看比較久的 看小師直播比較久的時候 小師曾經去日本考察過 他們當地二手車的 營運的模式 我覺得台灣我當時我在兩年前去 我當時真的覺得 我們的二手車的消費水準 消費型態 不管是買的人或賣的人 那個水準都跟日本真的差 我覺得至少差10年 我坦白說 不是我要看不起台灣 我也很愛台灣的人 好不好 那我不是在長他人的志氣 滅我們自己的威風 我自己的感覺是 至少差10年 因為我從兩年前去 日本考察中古車回來 到現在我也努力了兩年 在小師的店裡面有看到 這個消費跟 不管買或賣的這個水準 真的有一點提升 但是其他的我不曉得 我坦白說 但是我這邊我覺得 這兩年有才提升了一點點 我大概就講一下 我對這個日本印象比較深刻的幾個 第一個 他們的賣場都一定是很乾淨 整齊明亮 第二個 相信有去過日本的一定都知道 我跟你講他們的車行也是這樣 你們有去過他們上店 你知道嗎 整齊清潔明亮 還有一字化的SOP 所謂的SOP 就是他們每一張桌子啊 都長得一樣 桌上擺設的東西 都是一樣的 然後當然裡面的服務人員的態度 也是非常的 我們現在與其不論他們 人家都說日本人比較GAY 他GAY 不是那個假假那個GAY 日本人比較GAY有沒有 表面上 我每次去逛百貨公司啊 我第一次去日本逛百貨公司 一走進去喔 我想說百貨公司怎麼那麼多羊 你知道嗎 羊妹妹那個羊啊 因為他 一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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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 怎麼那麼多羊啊 我們與其不論 他在跟你打招呼 是真的假的 可是至少 給客戶的感覺就是很不錯 要會錢給人不收的 第一個就是我 呵呵呵 欸 我也會怕詐騙啊 不是要會錢給我 我就收欸 呵呵呵 林檔欸 服務人員也都很親切 那我們當然 我們沒有跟他們 當地的店長啊 問他們一些問題啊 問他們一些問題啊 對 一定要拉長音 對沒有錯 YESHA MASSE 有沒有 等到大家都一起講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多羊 裡面養人都養 然後我們就問他 我說 那請問一下喔 你們的客人如果來店 然後問你說 你們的車 有沒有事故有沒有泡水 啊你們要怎麼回答 然後他們就很訝異的眼神喔 眼睛就要睜大就看著我 你們台灣會這樣問嗎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奇怪啊 啊買二手車 問有沒有事故泡水 不是很正常了吧 他說不會喔 我們這邊的客人不會這樣問 我們說為什麼 他說 欸事故泡水條表 他說我們的客人都不會這樣問 然後我們就問他為什麼 那日本就 日本人就說 因為喔 客人不覺得 店家會騙他 那我們問他說 那你不會騙他嗎 店家也覺得 我為什麼 要騙客人 所以我說這個是一個 我說一個買跟賣都非常 舒服的一個消費環境就是 賣的人覺得 我不應該騙買的人 買的人呢 也不覺得賣的人會騙我 那剩下什麼 價錢 跟你喜不喜歡 就這麼簡單 你喜不喜歡他的服務 你喜不喜歡這店家 你喜不喜歡這台車 你不覺得他會騙你 他也不覺得他應該要騙你 他可以騙你 所以我說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很舒服 買賣都很舒服的一個 很正確的一個消費的態度 那我好死不死 我那一次一次到日本考察 我在看這個日本當地的新聞 電視裡面播的新聞 雖然我看 我聽不懂日本話 但是呢 我就看到一個人 靠著手銬被警察帶出來 然後就拍著他 他就這樣被帶出來 然後我就看到右手邊 一排白字寫的 好像是二手車行走里程調整 好像是漢字 然後我想說 原來調整二手車的里程 是會被上銬帶走的 這個在台灣 我跟你講殺人都不一定會 有啦殺人會啦 殺人可能會 嫌疑一半嘛對不對 我是覺得說 在台灣不覺得 詐欺有這麼嚴重 在當地的確他就是上銬 新聞這樣拍著你帶走 台灣不是抓不到啦 台灣是不夠嚴啦 抓到也不怎麼樣 殺人都不會有死刑的 我調個表 你是能 你是要我怎樣 台灣很自由啦 其實齁最近 對不對 台灣最近都在吵這個政治問題 我們不談政治 但是台灣的確是真的很自由 言行俊法啦 就是我們 我們懲罰的是犯罪的人 你不犯罪就 絕對不會有死 那自由就是自由 他自由不是過渡的 我是這樣覺得 大家都不怕啊 什麼都不怕啊 就像我講 殺人都不會死的 我調個表 是不是會怎樣 而且台灣的法律喔 很多法律其實 他是允許給你一次犯罪的機會 所以其實我覺得 希望有一天齁 我再次重申 今天我們不是要 所有的 人都來跟小吃買二手車齁 我的錢有限 我的場地有限 我的人力也有限 但是我真的希望說有一天齁 我能夠 看得到說台灣的二手車 是像日本這樣 是很舒服的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小吃在去年的這個時候 我搬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 我弄了一個保修廠 因為日本 我去考察十間的二手車行 有九間 都有複色保養廠 那問他們為什麼 他們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社區 所謂的社區服務是說 他覺得他在這個地方 他就是服務這一個區塊的居民 朋友 鄰居 他需要保養 需要有車的問題 他都來找我們 那我們的收費也相對不貴 那大家形成一個像朋友一樣 有一天他想要換車 他可能會到我們二手車來換 相輔相成的嘛 然後再靠一些保養 來維持這個店的營運跟開銷 但是小吃目前為止 有一個地方做錯 是我的保養維修太低 所以我的保養維修的部門 基本上他維持他自己的營運都有難度 更不要說要貼補到我車行這一塊 因為我的不管是零件材料工錢 都會收的比外面的坊間的修理廠還要便宜 如果對於我們自己的客人來講的話 坦白說我們會收比較便宜 比較不好意思的是很多人看了YouTube影片 看了小吃 知道小吃後保修廠都會問說 可不可以來我們這邊保養維修 可以 但是我要比較不好意思的講 就是可能如果這個車不是從我們這邊購買的 可能你維修保養的價格 不會像我們的客戶這麼便宜 我一直在強調 我只是在節省消費者的時間 從車一回來我們檢查整理的這個時間 然後再交給你 我就是希望 我可以便宜賣給你 稍微檢查一下洗乾淨給你 讓你回去自己慢慢修 慢慢照顧 該換的慢慢換 那我不要我在前面我花我的時間 花我的成本 花我們的人力工錢把它修好 一次交給你回去希望你好好的使用 不要花時間請假還要去修車 去整理車子 就這麼簡單而已 沒有什麼很覺得有什麼很厲害的地方 我們只是單純想開一點這樣而已 也不是在講說 我做這麼多的 喔喔喔喔 黑米豆腐喔 我無心電車喔 我跟你說喔 全世界都黑店 我的這裡最好 大家都來幫我買車拜託 沒有 我們只是做我們 覺得 做得到的事情 好啦 等我那個預算夠了好不好 等小吃的那個 Youtube訂閱夠 那土內存的錢夠 我們就日本出外景 你直接處理 我跟你講 我現在的小幫手 我有翻譯官 真的 日本翻譯官 不是那種老闆 大腸面線 不要相太 我愛台灣 台灣 我很喜歡台灣 我其實喔 我很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幫消費者去篩選一些 真的台灣我覺得 也不要說篩選 應該要去 不要說教育 教育很奇怪 我應該是要去尋找一些 跟小吃比較 裡面喔 比較相近 比較有志一同的這種 車行的朋友 因為 坦白講喔 光我一個人的能力 真的沒有辦法 有很多人說 小吃來台中開 小吃來台南開 小吃來高雄開 小吃花蓮需要有這種車行 靠腰啊 換你郭台銘欸 我是姓詩 我不是姓蓮欸 我怎麼可能 小吃汽車流 其實喔 我後來我發現其實做 我本來也想做聯盟 可是聯盟喔 坦白說真的有難度 你很難去掌控 當你會員數多的時候 你很難去掌控 所有人的做法 動態 想法 思想 客戶服務 台灣所有的聯盟 跟所謂的公會 跟所謂的叉叉會 叉叉會 我不管 其實你要思考的是 你到底是要集合所有的人 然後一起來賺消費者的錢 來欺蒙消費者 還是你真的想要集合一群知識 給消費者透明的消費環境 然後賺你應該賺的錢 常常很多人問小吃說 小吃三米聯盟 三米聯盟 三米認證 三米聯盟 其實我覺得回歸一個問題的本質 這些聯盟如果真的集合起來 是為了說 互利雙方 還是集合起來 只是為了圖利單方 我覺得這個理念 就差很多了 欸我衣服在做了 我衣服在做了 我衣服在做了 莫忘中出的衣服 媽的那時候 跟我說要買的 都不要Q 我跟你講 十年了十年了耶 欸 那個 Youtuber要記得訂閱追蹤好不好 柯P的片最近可能會上 好不好 不定期我們上柯P的新片 最近一週可能想辦法 都會上個兩片至三片 所以要記得好不好 多了一片價格不便 好不好 就是如果能夠聚集一些 假設我啦 能夠聚集一些比較正面的力量 然後看能不能改變一個 創造一個互利的狀態 你看我到十點了 還在喝這個 晚上回家睡得著嗎 當然睡得著 呵呵呵 再喝三罐我還是睡給你看 我跟你講沒有睡不著這種事啊 沒有失眠這種事啊 我告訴你 那就是你不夠累嘛 就是不夠累而已好不好 晚上回家照睡啦 沒有漏氣的 明天出外景了啦 晚安喔 大家晚安 掰 來講到現在 你怎麼能幹 也不會有這麼多事啊 你才會說 你怎麼會就要 那姿下 走一會